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啦 我说这是国际线的 我说这是国际线的 你看 已经五十几%了 已经五十几%了 2605的新行 2605的新行 今天也是大涨 已经到6%了 已经去掉了 我不知道你们跟上 我不知道 我也讲很久了 每天讲每天我也讲很久了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欧美股市的部分 昨天美国股市道琼又涨 昨天 几乎又快要创新高了 几乎又快要创新高了 这里面科技股更强 昨天科技股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费城半导体昨天大涨了1% 昨天费城半导体里面 包含超微 就是AMD 涨了10% 超微涨了10% 包含美光 做地润的美光 昨天涨了4% 所以说大家都讲说 川普上来科技股会完蛋 哪里完蛋 只是大家轮流在动而已嘛 大家轮流上当而已嘛 费城半导体 也创新高了 也喷出去了 所以你看全球股市 欧洲也不错啊 德国也即将创新高了 对日本根本就飙翻天了 今天又涨128点 日本根本就飙翻天了 剩下台北股市而已 赶快醒来 赶快醒来 不可能说全世界自己在飙 不可能说全世界都在飙 只有台北股市在跌 没有那种事情啦 没有那种事情啦 所以台北股市就看你自己 自己信息要建立才行 大陆股市最近也在飙 这两天有稍微停下来 因为你指标在高档 下星期开始 升港要通车 指标在高档 确实对于升港通车的行情 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压抑 所以这里适度的整理或拉回 让指标稍微缓和一下 不要这样扭 会比较好 所以大陆股市 短线上我们期待它能够有好的机会 苦力买快 苦力买快 真正升港通通车之后 那才是真正重头戏的开始 好回到台股市的部分 无量 不要去看指数 你如果没有做指数的话 不是做期货的不要看指数 看各股就好 看各股就好 你看我在强棒初级里面 强棒初级里面 每天谈的股票都是最强的 有没有 心心 致意 包含中时化 礼拜三的中时化 你看中时化 也很强的股票啊 有没有 昨天谈的中行 那我们今天来谈台行 2617的台行 航运股 它目前今天当然也是开高了 今天也是开高 涨的比较少 那航运股这次是玩国际线 所以说这是国际线的行情 我们在今天晚上礼拜晚上七点 台北厂的讲座 航向世界的国际标股 航向世界的国际标股 那不是来听啊 晚上来听 你看这次国际的行情报价 是吃了大补帖啊 吃了大补帖啊 今天从四月以来 BCI BCI BCI是什么 就是12吨以上的船 报价飙涨了1300% 现在不止了哦 现在不止了哦 因为光是这个礼拜 光是这个礼拜 整个运费指数都继续狂飙 你看这个拜 我读不听哦 我读给你们听哦 礼拜四的时候 礼拜一啦 礼拜一的运费报价 礼拜一的运费报价 那 涨6% 那 昨天 BDI又标7.5% BCI又标11.8% 然后BPI又标7.3% 那个运费 几乎这个礼拜 运费四天 每天狂飙 每天狂飙 航运股为什么 怎么会不飙 对不对 怎么会不飙 因为你们资讯的管道不够 所以很多重要的资讯 你们看不到 你们没有看到 零和宴都 近在眼里 都看在眼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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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2612的中行 已经标到这样 我跟你说 还没结束了啦 还没结束啦 人家光是今年 对系列到现在 已经标了 1300多%了 我们才这样子而已 我们才这样子而已 这个是指标股 2605的 新航 这先夹这最好的 这也标的 很强势 这个大骨铁都吃大骨铁啊 但这两只股票标高之后 我们会员都在这里买的 我待会买 买待会标在 我们今天南航2617 这支标较少 台航比较比较 因为价格比较低啊 价格比较低 你看 台航 每股净值有24块钱 而且他这是有官股色彩的 这是有官方色彩 交通部 中国航运 有没有 这是有官方色彩交通部的 所以 这种股票其实还蛮稳的 获利稍微比较差一点啦 可是也是属于 随意两天的状况 目前每股净值有24块钱 股价才只有13块而已 所以 新兴航运跟中航标高之后 这种低价的 大概13块而已啊 离他们价格差很远的 我觉得 接下来你要做 这个买了你会比较安心一点 因为毕竟目前价格还在怎么样 还是在历史的低档区啦 现在价格还在历史的低档区 整个月线才刚形成黄金交叉而已 周线的部分也是刚形成黄金交叉而已 所以这种价格比较偏低的 先推荐给大家 先推荐给大家 但更完整的 你不是说行情买就算了 你要看到 到底它的利多在哪里 你才有办法 真正能够赚到大波段 否则这种这么悲悍的股票值 赚个小波段 那就太可惜了 今天晚上7点台北厂的 航向世界的国际标股 航向世界的国际标股 我把整个散装过轮的状况 包含每一家公司的船队 它的船队结构 跟大家做分享 跟大家做分析 你又知道 到底谁才是重头戏 到底谁才是重头戏 好那至于电子股的部分 电子股 没量的情况下电子股就比较吃亏了 所以电子股重点在选股 你要选择到外资操作的重心 因为以目前来说 外资每天在卖操 那当然外资不是真的要撤退 它在做资金的转换 外资撤退的股票你一定要避开 然后外资开始一直在布局的 像5469 汉宇博德 这个外资一直在买 所以它不会下来 这个外资一直在买 所以它不会下来 包含昨天外资也是继续加码 400多张 6176的瑞宇 这是外资持续加码的 昨天外资有加码500多张 所以这不会乱 这不会乱 那电子股的部分 我在演讲会场上面 我还帮大家准备了五档 五档 今年赚八块 五档五档五档 五档六档而已 所以这五档五档 我可以说无风险 可是你不要让它动起来 因为它很赚钱股价在底部 你让它一动起来 五档只要回到十倍就好 你看从六倍到十倍 你的利润就有六十趴的利润 不要说贪一倍了 起过十趴 涨了五十趴 从现在到过年你就赚不完 所以这些好的资讯 我全部都会在礼拜五晚上 给你一晚 11月18号礼拜五晚上 来跟大家做全班的分享 大家先来报名 报名专线02 23219933 02 23219933 我们下午见